记者施小光、赖小彤、杨纯会台北报导 国民党新北市长提名初选民调昨日出炉 由新北市前副市长侯友宜胜出 确定代表蓝营出征 民进党方面党政高层今天起将展开一连串 劝进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参选的布局 党秘书长洪耀福强调 新北市长仍选下周周会明朗 民进党主席在英文今天将约建争取党内提名的立委吴宾瑞、罗志正 以及被基层立共出战的前行政院长尤喜坤 就党中央的新北市长群取布局进行沟通协调 下周一由即将接任总统府秘书长的高雄市长陈菊 当面劝定苏贞昌一步步铺陈由苏扛下重任 为民进党再战新北的态势 国民党中央昨天宣布新北市长提名初选民调结果 由侯友谊胜出前台北县长周习伟居次 前新北市议员警戒受第三名 另外借意外的是 党中央只公布人选 为公布民调数字 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解释说 这是为了党内团结和谐 民调数据只用来确认提名结果 且三位参选人都同意不公布民调数字 只公布名次 侯友谊由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陪同召开记者会 强调有能力及信心达赢新北市长选举 同时和党及市议员参选人及里长团结合作 并肩作战 侯友谊表示 人民已经对民进党政府失望 国民党应该勇敢奋起 让人民有另一个选择 否则 将对台湾失去信心 他会和党籍参选人重新打造 让民众信赖的国民党 这一仗就重新北市做起 他表示 初选胜出之后 深感责任更重大 兼具 未来的选战也会非常艰辛 我一定要打赢这场选战 当好新北市长 才能回报所有新北市民给我的支持 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下周会将民调结果 提报中央提名审核委员会 下周三中常会再正式通过提名 当天中常会也将一并通过提名立委 陈学胜参选桃源市长 周习伟受访时承认败选 恭贺并表态支持侯友宜 经界社虽对侯表达祝福之意 但对结果不以为然 对于民进党可能会提名苏贞昌 侯友宜则表示 任和关心新北市政的人 他都欢迎并给予祝福 大家共同为新北市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